一針下去 六個月大的寶寶 立刻痛得娃娃大哭 沒想到下一秒 寶寶竟然說話了 聽清楚了嗎 小朋友真的說得很標準 一句真疼啊 讓爸媽立刻笑出來 還不太敢相信 影片在大陸網站瘋傳 網友驚呼一針 扎出個天才 六個月大的孩子 開口說話了 那該有多疼 有人懷疑這是事後配音 寶寶哀針 周圍的人時常比小朋友 還緊張拼了命安慰 寶寶呢 寶寶怎麼了 牆忍淚水 往媽媽懷裡鑽 最後還是忍不了 要要要要 你也知道怎麼啦 因而打針不哭得少 倒是很多人像這樣慢板牌 兩眼緊盯的醫生 過了十秒鐘才有反應 這位小朋友則是表情豐富 瞪大的眼睛長大嘴巴 顯然被嚇得不輕 相當有戲劇性 大陸一名小男孩怕打針 竟然躲在牆角一臉憂愁 不過他最後還是躲不過命運 無辜可憐的模樣 意外在網路爆紅 記者羽翼 王清宇報導